大家好,來到7月14日 神埔都一段時間,超過兩個星期 沒有跟大家在這裏見面了 因為之前跟大家說,去了溫哥華 上個週末,4至5的時間 都參加了那邊的基督活力運動 都非常好,有31個大兄姐妹 做了活力園 有來自加拿大美國 甚至有香港的一位姐妹參加了 非常開心的一個時間 神父星期三正回來 今天又在這裏跟大家錄這個講讀 《讀經一》 這幾天都在聽這個約室的故事 這個是聖祖約室 即是雅各伯的第11個兒子 《約室》的故事都挺重要的 在這個《創世紀》 《創世紀》最尾最尾的故事 十一、十二個兒子 排十一 第十一和第十二 這個Joseph和Benjamin 這個約室和本雅明 就是生於Rachel Rachel 其實是雅各伯真愛的女人 但是她無奈 Rachel的父親就拯救她 要她先娶了一個姐姐 但是她最深愛的是Rachel 所以對Joseph 當時Benjamin 本雅明還未出生的時候 約室是因為她的愛妻所生 所以對她特別痛愛 因為她生了Benjamin 不久了Rachel就過世了 所以她最愛的女人 就是留下兩個兒子 約室小時候 天主已經很祝福她 給了很多的神仕 報夢給她 說她將來會成為 很大的一個首領 連她的兄弟 甚至她的父親 都要向她跪拜 那時候她是天真 說了出來 每個人兄在一起不喜歡 所以到最後就想殺了她 結果都心軟沒有殺她 但是都很錯 想殺她 但是就將她賣去埃及 賣去埃及 賣去埃及就很慘 在那裏做人的奴隸 做人的奴隸 還要被人誣告 無害被一個女士 被一個太太 想勾引她 她堅決不願意 就犯被她誣告她 就是想侵犯她 入獄多年 即使天主 透過她報夢 解夢的能力 幫了兩個人 但是 接著很多年後 正出回來 因為她解了法郎 埃及王的夢 有關七年的豐收 和七年的基緊 因為這個夢她解得到 法郎就將她釋放了 就成為了宰相 統領整個埃及 一人之下 萬人之上的位置 她是一個非常正義的人 公正正義 很有integrity 的一個人 一個受盡折磨 被人背棄出賣 甚至自己的兄弟 甚至自己的兄弟 被她的主母出賣 的人 很多時候都會帶著很多創傷 但是約瑟被天主的保護 治愈釋放了她 令她能夠做一個公平公正的人 到最後 七年基緊的時候 連她的父親和她的兄長都要挨餓 她下來買樑的時候 她可以成就了 天主給她之前報夢 她真的要在她面前 苦福叩拜她 因為認不到她 以為她是埃及的大官 然後就要求情去買樑 最後就相迎接她的父親 整個故事裡面 其實反映了我們每一個人生裡面 一些不同的情節 很多時候我們都可能遭遇到一些逆境 或者不公義 很容易會很生氣 會覺得這個不應該這樣 會著重於這個不應該這樣 怎樣怎樣 我們要撥亂反正 很重視這件事 很覺得天主一定要立即 立即和我矯正這件事 立即懲罰這班人 這班人一定要誠之於法 立即要改過 但是懲罰了一個很粉絲雜俗的心情 覺得自己適合 這件事搞不好 我是絕對可以發怒罵人 指責人 教導人 這個道德的高位 但是藥室的故事裡面 我們看到生命不是這樣的 很多時候你沒有用的 反而令到自己更深更深的創傷和折磨 不是我們不要伸張正義 而是當生張正義沒有可能的時候 或者當生張正義 變成了我們自己都變得邪惡 充滿了奮恨 詛咒 復仇的意念的時候 我們會知道這個不是天主的方法 在藥室的故事裡面 我們可以看到 有時候整個安排 天主很微妙 藥室跟他的兄長說 你們不要害怕 當年你們是出於惡意去出賣我 但是原來天主容許這件事 很難得來到埃及 可以準備在豐收的時候 儲量去救濟整個世界的人 因為人的邪惡錯誤 天主容量去寫下復筆 以變成救贖千千萬萬的人的計劃 人是想不到的 人是想到要復仇 要懲罰 要尋找公義 但是在藥室的身上 他立時看到 他的一生證實組 就是人是邪惡的剃造者 但是天主可以在容量 接受人的自由 剃造的痛苦當中 可以帶出不可思議的美好 我們很多時候 遇到困難的時候 遇到別人的誤解 攻擊的時候 我們很多時候 立即去審判的人 但是我們很少會去問天主 也都等待天主去啟示 或者信靠他當中隱藏的領導 就是說你容許這件事 背後想做些什麼 我怎麼可以配合你 當然每一件事 當天主容許不好的事 人的邪惡去造成破壞的時候 每件事都不同的 有時候天主是要我們去見證 見證真度 矯正被人的錯謀 但是不是用邪惡的方法去表達 要用堅定的 信靠的 平安的方法 人愛喜樂平安 聖神的果實 果實應該上隨我們 當我們心裡 都變成邪惡的態度 我們就為惡所性 我們要用善的方法 要用處於天主的保護之內的方法 有時候我們平心靜氣 是改變不了情況的時候 我們就默默地跟隨天主 你當中做什麼 聖母也表現了這個態度 聖母默默地去思考 當中是什麼呢 耶穌被這樣殘暴、出賣、釘死 聖母是默默地去反思 默默地去期盼 默默地去回應 天主你當中仍然有事 你看到保禄中台也是 他多次被人否認、對抗、迫害、監禁 拳打腳踢、種種 甚至尚死去殺死去 用石頭摘死去 很多遇到的危險 他沒有埋怨過 保禄指出就是 你不要嗎?我去別處 沒有詛咒 沒有怎樣 他是 我做了我做的事 你們不要 我去別處 但是他是願意 你幾時幾刻 你都是願意以喜樂的方法 以信靠的態度去宣講福音 他去到監獄就去監獄宣講 他去到船上就去船上宣講 他被人囚禁就是囚禁中宣講 我們都是要一樣 不是所處的地方 我們要介意 而是 無論天主容量我陷於 或者釋放於哪個位置 我都跟天主一起去繼續福全 我都跟天主一起去祝福 我都跟天主一起去繼續去見證 那裡有什麼人 什麼情況 就有什麼人 需要被吸引 見到天主 如我們同在